接下來我們先來看兩題很基本的觀念題 他說這個溫度代表冷熱程度 以下有關於溫度的敘述何者錯誤 來你把錯你把它圈起來這題要選不對的 他說一大七下冰水共儲達成熱瓶的溫度是0度C 對不對呢 這是對的 好那當然前提是一大七 他沒有講 那當然題目應該暗示說這是一個純淨的冰水 來B選項 他說這個一大加下水沸騰的溫度呢 是100度C 好這個也是對的 C越冷溫度越低 可以低到零下100度C 零下1000度C 對不對呢 欸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自然界呢 它可以達到的最低溫 應該是零下273度C 所以呢 這個-1000度C 這個是不對的 好不是說哇很冷很冷 零下10萬度C 好這個一聽就是什麼 這是外行人的講法 俗話說這個沒有知識要嘗試 來第一 這個越熱溫度越高 可以高到100度C 1000度C 欸對不對呢 好這個是對的 各位這個溫度呢 並沒有理論上的上限 當然如果你硬要跟我拗一個理論上的上限 那這故事就說來話長了 那就要從怎麼樣 從150多億年前開始講起了 150億年前呢 宇宙誕生了 發生了一件事 好叫做Big Bang 叫大霹靂 那個時候呢 是怎麼樣 是宇宙呢 是所有能量最集中的時候 如果能量最集中 也就是溫度最高 那勉強可以叫做 好這個溫度呢 理論上的上限 但是呢 這個溫度呢 有怎麼樣 有理論上的下限 就是我們剛講的 好這個零下273度C 那我剛剛呢 其實也解釋到 關鍵就在於這個氣體 如果呢 你把怎麼樣 你把溫度降低 氣體的體積就會跟著怎麼樣 跟著縮小 而且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如果這個線性的關係 理論上你把它延伸的話 這個數字就是所謂的 零下273度C 所以呢 這一題選錯的 答案選怎麼樣 答案選C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民國90年呢 一樣 這也是觀念題 他說呢 這個溫度計 所用測量溫度的物質 應該具有哪些條件呢 來 各位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三個 第一個 靈敏度要高 第二個 影響原溫度的程度小 好 第三個 他的平溫時間要怎麼樣 要短 來 這個A 他說必須是液體或氣體 對嗎 不對啊 我剛剛也給大家看過實際的照片 固體也OK啊 雖然固體不常見 但是固體也OK B 他因為冷熱而改變的特性 要有重複性 這個也是對的 那我們剛剛呢 在三個條件裡面 並沒有講到 這所謂的重複性 不過重複性是科學的基本要求 那我剛剛其實也提到過 這科學實驗呢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具有重複性 也就是說 不管是何時何地何人做 這做出來的結果都要一樣 今天如果說 這個實驗結果並不能夠複製 這實驗結果並不能夠複製 那他其實就不能夠算怎麼樣 不能算是一個科學的結果 那可能只是一個隨機偶然 或者有些因素 你沒有考慮到 好 所以呢 他必須要具有重複性 這是很基本的 所以基本到 我們剛剛三個條件也沒有列出來 C 他因為冷熱所產生的效應 必須要相當明顯 對不對呢 這個是對的 那就是我們剛剛的術語叫做靈敏度高 他的Sensitivity要怎麼樣 要高 這個D 他的熱容量越小越好 對 他就影響原溫度的程度要小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定義熱容量 這個物理量 也就是說怎麼樣 也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從物體中吸取太多的熱量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就講到 換成專業的術語叫熱容量 這個越小越好 那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呢 這個預留一個小小的伏筆 因為國中呢 講到這個比熱 但是國中並沒有講到這個熱容量 所以等一下我考大家一個問題 這很多小朋友就會怎麼樣 就會答錯 這國中的概念要再做一些修正 一選項 當他跟其他物體接觸以後 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裡面 達成熱平衡 這個對 就平衡時間怎麼樣 平衡時間要短 你不能說達成熱平衡要等很久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比較不適合 應該不適合做怎麼樣 做這個所謂的溫度計 所以他說這溫度計用來測量溫度的物質 應該具有哪些條件呢 這個A怎麼樣 A不對 B重複性 對 冷熱效應要明顯 對 熱的量越小越好 對 那其他物體接觸以後 能夠在短時間達成熱平衡 這個也對 這個考大家怎麼樣 考大家基本的觀念